最大的余震是规模5.6 在这中间并没有其他 并不是说没有其他的余震发生 还是有 比如说在4.8 规模4.8 在9.27之后 到12点之间 总共有发生5个规模小于4的 5感我们并没有发布 不管是小区域或者是编号地震 我们都没有发布 有5个规模小于4的余震 在12点之后 到2点25分 2点15分 规模5.6 这个地震发生之后 后面从4点10分开始到5点多 又有3个规模小于4的余震 所以我们从整体来说 这个地震序列到现在为止 到现在为止 5的余震的总数 有感的余震有3个 那5感的余震有8次 也就是说有3个余震是规模大于4的 有8个余震是规模小于4的 那这个地震的序列主要的原因 是在板块引墨所造成 那这个板块引墨造成的 在 以 以我们以往的状况来看 板块引墨造成的地震 尤其在接近宜兰这个部分 我们所谓的菲律宾海板块的 北边东源西源的这个部分 靠近宜兰这个部分 它地震是发生相当的频繁 从2000年到现在 规模超过6的 规模超过6的 有发生了23次 所以平均一年 大概至少会有一次 在这个 抱歉 对 应该规模超过6的 有发生 规模超过6的 5啦 抱歉 规模超过5的 有发生了23次 所以在这个 在这个区域附近的 规模5 抱歉 我稍微看一下资料 因为 以规模6的为主 以规模6的为主 我看一下 应该是规模6啦 对 规模6没有错啦 规模6以上 从2000年到现在 规模超过6的 是23次 那23次也就是说 平均一年 大概有一次 以上 那这一次的地震是排第三了 就是它的规模大小是排第三了 那当然有学者 是有学者在说 这个以末代的百年大震呢 它会 会 好像 要 有 潜似性 也很高 那要我们要特别注意 我想这个是 要注意地震的发生 这样子的提醒是非常好的 不过如果说这个百年大震 要百年大震即将发生 如果以这样的想法来推测 那它就有相当大的差异存在 因为为什么 因为地震第一个 我们到现在为止 还没有办法预测地震 那第二个 百年一次的地震 地震的观测史 科学观测史 以台湾来说 也不过也就100出头年 从1897年开始才有地震的观测 所以也就是100出头年而已 所以这样子的一些历史 非常久远的历史文献 就来推断这个地震的发生 那是比较 我们认为没有科学性的根据 所以我们当然要注意 大的地震发生 我们也要尽量去研究 或者分析 或者监测 哪些地方有可能发生地震 但是实际上 学者的言论 也只是作为参考 以上是我 这边的说明 我有听到地震震度到多大的时候 地震震度比较明显 然后说全台各地都有听到 在我们这个地震 所以大概是在哪一线时会特别的 那这个生意大概是什么 我想是这样 地明要发生 当然是有它的道理存在 那这个地震要发生地明 我认为相当困难 比较困难的有两点 第一个 它是发生在外海 那当然并不是说外海 它就没有办法发生地震 地明要有地明产生 它要有一些条件的配合 6.7规模大小的地震 要产生明显的地明 当然 尤其 尤其我们应该这样讲 当这个地震传递到陆地上的时候 它的高频坡通常会被地层所吸收 那所剩下的低频的坡 低频坡让我们感觉到摇晃的程度会比较激烈 但是实际上它的破坏力是比较小的 那低频的坡 你要感受到这个地明 那就更不容易 所以我觉得有很多常常 我们在一些大地震之后 常常有一些现象 是没有办法得到证实的 都是嘴巴里面说 那以而传而 我想我们应该要正确的 以科学性的方式来做分析 这个这样的状况 可能发生的可能性大或低 那以我个人的判断 这个地明 全台都有感受到地明 我想这句话 本身就有一些问题 我想请教 所以像你刚刚提到说 规模4以上有感余震之后还会有吗 从今天早上的5点多开始 就再也没有余震发生了 甚至规模小于4的余震也没有发生 那我想我昨天有说过 就是以末代地震 它的地震的序列衰减得非常的快 而且以末代地震 它所发生的地震的规模 余震的规模 也相对的会比较小 那2点15分的5点56那个最大 我们称为最大的余震 其实它的位置跟主阵的位置是有点差异的 那应该我们要这样说 我们如果仔细的分析 在9点21分跟9点27分 这个地震发生之后 这个地震跟4.8的余震发生之后 有5个余震是规模小于4的 这个发生的位置就在主阵的附近 甚至就是在主阵边 或者是甚至在 应该就是在同一个构造上 但是从12点之后 12点就晚上12点之后到一点多 规模4.1的这个地震 它就有点向南偏 那它偏的角度 已经有东偏南 以宜兰县政府来看 那到2点15分的 这规模5.6的地震的时候 它的位置已经到东南方向 它的位置如果我们来用地图上来看 它原本的位置在这边 但是规模5.6的位置跑这台 那它跟宜兰县政府距离 已经拉到31.3公里 所以后面接下来 从这个5.6的这个地震 后面接下来有三个小的余震 这三个小的余震 有两个分布在这附近 有一个分布在原来的这个主阵的附近 所以以我们的判断 如果我们当然这需要再仔细的 再研究再来分析 或者有更多的资料来佐证 我们认为主阵后续后面的规模5.56的这个地震 是另外一个构造 被主阵的这个序列的地震所引发的 那它也是以末代的地震 不过它的因为它偏南 所以它的深度变浅 它的深度就只剩下60几公里深了 那这可能是另外一个构造 那这个地区的构造 就是靠近这个河滨海盆 这个北边边缘的这个 这边边的这个位置 它的构造本来也就常常有地震发生 那我们现在只是说 以我个人的看法 那当然还需要更多的研究 这个地震因为它比较深 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它的市集范围分布非常广泛 一直到云林县都还有 那最主要是深的关系 那如果地震比较浅 那近正央区 如果以这个规模来看 近正央区可能会有很大的灾损存在 还好它 但是以末代的地震 一般都不会很浅 那以末代它会比较浅的地方 它会再靠花莲附近 如果往北到宜蘭的这个地区 它就会越来越深 如果一直到往新北 或者比如说新北 甚至台北市 因为银沫代有上路 这银沫代不只在海里面有 在陆地上也有 如果到了台北 它就有可能到一百多公里深了 那这是构造性的地震 构造性的地震 我们可以加以判断 那如果说要让这个地震会变浅 那就是另外一个地质的构造 有可能是破裂带或什么 如果一个靠近地表的破裂带 20公里左右或20公里内 一个地震规模6.7 那在宜蘭外海这么接近陆地 它的灾损应该是会非常大 尤其如果是这个状况 在台北跟新北市 可能所引发的灾损 甚至有可能会比移疗还要多 所以今年包含昨天规模6以上 好的我们刚刚看到的是 气象局地震测报中心主任 他回答记者的这个问题 那么他当然也讲到就是说 昨天的这个地震 其实不只是一夜连四震 因为后面其实还有很多 是五感的地震 那么这个地震是所谓的 以末代地震 它是百年一次的 那么也因为是以末代地震 所以它不是那么浅层 还好不是浅层 要不然的话如果是浅层的话 恐怕会带来相当大的灾损 这是我们看到气象局的 最新的画面